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天look台湾 根据卫生署公布的国人十大死因统计资料 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癌症 一直都是榜上有名 这就是为什么注重养生民众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为了有效预防癌症的发生 早在1999年 台湾癌症基金会就开始推广天天舞蔬果的观念 2004年还进一步将口号改成蔬果579 根据性别和年纪的不同 建议每人每天摄取5到9分的蔬果 到底蔬果对人体有哪一些好处 营养密度最高的又是哪一种水果呢 我们请营养专家来告诉我们 就算风灾过后蔬菜水果硬生涨价 如果妈妈们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蔬果类 还是一把一把抓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肉可以不吃 但蔬菜水果却不能少 因为研究发现 每日摄取5蔬果可以有效妨碍哦 蔬果呢大家都知道它除了水分以外 它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还有最近很流行的植化素的部分 那这些营养素呢 种类 这些营养素的种类 虽然量都不多 但是它在我们身体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包括呢 它可以维持我们的新陈代谢 还有参与一些少数的活性 或者它的作用 还有呢 它具有抗氧化的角色 还有呢 还有所谓的调节免疫力的 等等的一个功能 蔬果拥有高营养素 众所皆知 但市面上放眼望去 选择这么多 哪一种的营养密度最高呢 答案揭晓 那就是这一颗颗 咕噜咕噜的奇异果 营养密度呢 大概是最近 我们在营养界里面 用来评估一个食物 它的营养价值上面 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可能吃不到很多的量 那没办法吃到 很多的量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重视值的问题 所以相同的 如果您吃100公克的食物 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营养素的话 那当然是会更好了 奇异果的营养密度有多高 1997年和2005年 都有学者利用公式 计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二三十种食物 结果发现 前两名分别是黄金奇异果 和绿色奇异果 也难怪 向来注重健康养生的台湾人 每年吃的奇异果量之多 不仅名列纽西兰 Lensbury公司 外销60多个国家中的第五名 人均奇异果 食用量还冲到第一 让纽西兰的阿兜阿超惊讶 他们觉得说 奇怪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市场 然后如果说今天假设 像日本它的人口 可能是台湾的一个六倍 可是消费量来讲 却没有台湾到这么高 对 所以如果说每一个国家 都能够像台湾这么爱吃奇异果的话 大概目前全纽西兰的奇异果的产量 绝对不够吃的 只不过讲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好奇 绿色奇异果和黄色奇异果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绿的奇异果跟黄金奇异果来讲的话 其实对Shuffer最直接的一个 口感上的差异 就是绿色奇异果 可能是一个酸中带甜的一个味道 黄金奇异果 为什么之所以会有这个 甜味的一个奇异果的一个推出 它主要是因为当初 就是在亚洲这个市场 那后来观察到说 好像亚洲比较习惯于 就是像热带水果这种 比较偏甜的一些水果 所以就是在纽西兰来讲 它们就天然育种 然后培育出这样子一个 黄金奇异果的一个新品种 奇异果跟很多的水果一样 你放在鹿菜里面 其实可以增加颜色 也可以增加营养价值 但是很重要就是 因为我们常讲奇异果里面 最丰富的就是维生素C 在鹿菜的时候呢 第一个可能不要选太熟的水果 因为太熟的话 鹿菜以后可能口感上面 就会有点不太好了 另外不要加热 我们都可以最后 我们菜要起锅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拌进去 如果您是要用热烹调的话 那当然如果凉拌的话 就没有这个考量 不管是鹿菜还是直接吃 都能为身体健康大大加分 身为忙碌的现代人 想有效远离癌症 那么选择营养密度高的蔬果 就对了